儘管陳水扁聲線多起官司 嫡系子弟兵卻各自分工未扁解圍 包括辦公室主任林德遜 負責扁美日的行程 以及對外聯絡窗口 立委高志鵬目前是全國編委會會長 負責組織動員 也不是好像只有特定幾個人 讓全國這樣去環島下來 我覺得應該還會有更多的金剛 會站出來 而民進黨立委員黨團總召柯建民 和民進黨副秘書長陳其邁 專責立委員黨團、黨部和扁辦窗口 除此之外 還有劉導擔任扁的文旦以及新聞稿發布 秘書江志明各式組織動員 聯繫社團拜訪 而以李盛稱為首的律師團 也不定期在扁辦沙盤推演法律工作 所以我給他一個林德遜 高志鵬就是嫡系 今天高志鵬會講說如果阿扁死 他一定要陪葬的 而且恐怕阿扁葬之前他要先跳下去的 所以高志鵬當然意不容辭 我給他一又二分之一了 其實高志鵬不只是一個金剛 他是一又二分之一個金剛 陳其邁其實有他的苦衷 因為他爸爸也在裡頭 而且他沒有斷念說我學醫就幹醫生就好了 他對將來要選高雄市長 或是政壇這一條路 他沒有斷念 他當然金剛之後還能選高雄市長 但是他跟阿扁綁在一起 他不見得選得上 但是他如果現在切斷的話 他前途茫茫 所以陳其邁有他的苦衷 我給他三分之一個陳其邁 那至於柯建民那就可笑了 我覺得柯建民算是黨方裡頭 還有一點良知的 因為畢竟他學醫的 學醫的除了趙建民以外 除了芳芳燕以外 其實良知都還好 那柯建民作為黨團主導人 他如果說要聯繫兩邊 或是進進一點他的責任 有的時候會啦 但是他不會做非常沒有良心的事情 所以柯建民我給他四分之一個柯建民 所以我覺得媒體 把他們四個平等對待 這個是不聰明的